教宗跟我們說 明年喜年是希望的朝聖者的一年 來來來 宗大哥 祝你中獎 來來來 宗大獎 真的是籃球了耶 我要宗樂透以義 就是你一生都一直在追求這個 你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追求到 讓我們再去感恩 去數算 就是天主在我們生活周遭 擺放的恩典 一天到晚都在看電腦 我也覺得說 我們是要到外面動一動 OK 壓 好 OK 壓 Paul 不是要開會了嗎 怎麼在那邊玩籃球 是不是 不是 最近這個NBA賽 總冠軍賽開打了 蛤 我們都 獨行俠對賽爾迪克啊 不知道水行俠 什麼水行俠啦 喔 唉 宗大哥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總冠軍 總冠軍 我真的不知道耶 也許看棒球我可能會比較喜歡 偶業棒球 跟你們說喔 現在這個NBA總冠軍開打 雖然你們不知道 但是 我就是在看比賽的時候 看到這個運動彩券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個希望分享給你們 這個運動彩券是我的 該不會是空的吧 應該不是吧 有啦 裡面有 來來來 中大獎 祝你中獎 祝你中獎 來來來 中大獎 中大獎 真的是籃球咧 對對對 獎金三十萬 哇 喔齁 OK 很有希望 那你怎麼說 就是我剛剛在早上 沒有早上 我今天早上沒有看 之前前幾天我在看那個NBA的時候 就是因為看到這運動彩券的廣告 這廣告就是在說 Hope is here 買運動彩券 你的希望就在這裡 喔 賺大錢的希望在這裡 難怪你那麼入戲 對啊 你很瘋欸 對啊 看比賽又能夠賺大錢 多好的事對不對 但是我看到這個廣告 我就在想 明年2025年就是 喜年了 教宗跟我們說 明年喜年是希望的朝聖者的一年 這個基督徒的希望 是在天堂一個永生的希望 但是這個運動彩券帶給我們的希望 就是一個賺大錢的希望而已 你也跳太快了吧 看個NBA然後想到喜年 對啊 因為他們都是希望啊 那教宗也在這個造書裡面 特別提出一些在世界上 好像失去希望的那些人 譬如說像是 貧困的人 生病的人 還有囚犯啊 受戰爭迫害的人啊 他也有特別指書說 年輕人也是現在在這個社會上 看起來好像失去希望的一群人 那我們三個也還算是年輕人嘛 不知道 我例外 周大哥也可以 但我們每個人就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一些希望嘛 那不知道 就是你們有什麼希望 想要做到想要希望的事情嗎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最近我在糾結一個問題上 就是 就像教宗剛剛講的 年輕人好像就 現在的年輕好像就沒有什麼希望 我自己在滑一些社群媒體的時候就會看到 可能大家就會分享說 他現在賺多少錢啊 然後他買了什麼股票 然後 有房子 有車子 然後幾歲要達到什麼成就 我就開始在思考說 我也要過那樣的生活嘛 就是 因為我也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也必須要有 錢 我才能夠生活 但是要 到底要賺多少錢 才 才夠 好像有一種永無止境的洞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停住 對 然後 嗯 就是大家對於生活的希望 好像就是放在這個 這個金錢上面 那我身為一個基督徒 我的 嗯 我的希望 就不是 在這個錢上 我希望是一個生命的永生 可以 一直 可以上天堂 然後可以 嗯 在這個世界上 過好基督徒的生活 可是我同時也被這些 這些資訊 然後身邊的人 然後 錢啊 壓力啊 等等的 給 給困住 就是我在這兩邊都是很拉扯 嗯 對 我會想起來 其實最近 那種AI的那個什麼 叫黃 黃仁勳 是不是 對 三兆男 三兆男 哦對對 你講的就是正好的最好的名字 他們好像是有一次聚會是 所有有錢人 電子 新貴還有那老闆 全部聚在一起 加在一起說 是三兆嗎 哈哈 所以看得出來 可是整個世界實際上講起來 我們那種唯物 世俗的主義 其實是掛帥的 對 嗯 就是 一直不斷的 向錢看起 對 因為錢它也沒有不好 只是我就很困惑說 那到底 怎樣算是一個停順點 嗯 而不是過多的追求 嗯哼 對 我覺得 我好像比較沒有這一類的煩惱 嗯 但是 你很有錢嗎 哦不 也不 哈哈 呃我覺得反而是 我有 更大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更大的煩惱 它成為我的希望 嗯哼 呃我覺得我的希望比較是落在 我希望我的家人 可能身體健康 然後或者是 嗯 我自己的生命可以有 怎麼樣的成長 或是 呃我的一些目標等等 然後 呃因為生老病死這些東西 就是它其實是 我們不可控的 因素居多 所以 比方說我看到家人生病 或者是 我自己因為一些 呃成長背景 經歷到的事情 我好像沒有辦法突破一個 心境 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希望其實是 蠻落空的 然後 所以我的希望有時候也是 嗯哼 它同時也是煩惱 它也是失望 對 嗯 所以我可能就也沒有時間去 思考到 我覺得 這個年紀 嗯 大部分人在思考 你好像已經有點老化 對啊 我好像是這邊 哈哈哈哈 靠近 接近我 我還這樣 我還這樣 那麼 呃在這當中呢 呃我們怎麼樣去 呃 讓自己可以突破 我覺得這個 也是每一個人都要挑戰的 有時候我們心裡面也不會滿足 因為你有了之後 你一直要追追求更好的 對 呃 實際上呢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旅途當中呢 我覺得我們人呢 天主給我們一個很好的 呃 潛在的那種自由或選擇 我覺得是很棒的 對 就是說 呃我們不能一直往那個比較負面的那樣的方向去 去看 我覺得既然我們有一口氣 我覺得 我們要呃 看到那個希望 光要進來 嗯 要不然就是你 你也只能是 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你已經存在了 你就是這個樣子啊 對不對 呃對 嗯 所以我在想 你應該年輕起來才對啊 有啦 有 我覺得鐘大哥也有提到一個點 是我剛剛 沒有沒有思考到 就是 我覺得 呃 我的 內心 就是還是 有這麼一點點 火苗 對 就是我可以感覺到 還是有這麼一點火苗的存在 我常常會 聽到可能有些 沒有信仰的人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說 欸 你就是 生活可能就是有一些困難的地方 那你這樣子有信仰 要幹嘛 就是他也不 你也不能 你也不會真的就是過得比較順遂這樣 然後 但我真的覺得就是 這個信仰讓我 就是 還撐著 對 然後 他真的是一個 嗯 嗯 讓我看到 多大的 痛苦 就有多大的 恩典 對 嗯 嗯 嗯 那Paul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希望的事 嗯 曾經我的希望是 就是 考上牙醫系 就是在我高中要考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我的夢想就是 我要考牙醫系 然後我也覺得 我的能力還不錯 學業成績 排在前幾名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 以我的能力 考上牙醫系 稍微努力一下 應該不是問題 嗯 沒想到 就是在我考大學的時候 就是 沒有考上 我心裡就想說 欸奇怪 怎麼會這樣咧 明明我就是可以考上牙醫系的料啊 怎麼就考不上呢 所以我就想說 好 下定決心 我要再重考 再重考的時候 重考第一次 還是沒考上 差一點點 我想說 不行啊 一定要考上 所以我就再重考了第二次 但是在這個重考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發現 這個重考第二次的這個 讀書的過程 就是我的 生活 還有我的心理狀態 就變得 越來越 呃 心理壓力越來越大 然後反而讓我的 表現 讓我的 呃 狀態變得越來越不好 然後書也讀得 很痛苦 然後 不知道自己 到底為什麼要 就是在這邊 讀這個書 然後就只是為了 考個牙醫系 所以我花了一段時間 然後想說 好 就是這一次 不管怎麼樣 考得如何 我就是接受 我這一次考的成績就是怎麼樣 不管我考不考得上牙醫系 那這就是 呃 就是我就去一個 我的成績 去得了的地方 那當然 最後我選的 雖然我 呃 這一次我沒有考上牙醫系 那 當然我還是選我喜歡的一個學系 我選的是資訊工程學系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個 呃 到了 考完試之後 五年 五年之後 那在考試的時候 我跟天主還不太靠近 對 所以過了五年之後 那 呃 我回到就是 天主教 然後更認識天主 更認識這個信仰了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這一段考試的時間 是一個天主在 呃 跟我說話的時間 然後他也在教導我說 呃 其實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 呃 呃 有 有時候有很多狀況 這些意外會發生 或者是 你可能 有很多事情 達不到你所設定的目標 達不到你所期望做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 其實你可以試著去接受 然後 呃 天主也是在教導我說 他要給我的計畫 是比我所想的計畫 還要更大的計畫 他讓我去讀這個資訊工程學系 是 要 為了要讓我 帶領我去 做更多其他的事情 那 呃 考不上牙醫系也沒有關係 因為 天主要給我的 有更多 不要讓我做的是 遠遠超過我 我考上牙醫系 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 這個是在我 五年後 就是更 認識天主 更認識這個信仰之後 我才學到的 我才 真正體會到的 原來那時候的痛苦 不是只是痛苦而已 而是 天主要藉由這些痛苦的事情 然後 然後 給我一些教導 然後 讓我能夠在 未來的 生活 未來的 時間當中 能夠 更快的明白 天主的道理 更快的去認識 就是 基督徒的 一個希望 基督徒的 一個 計畫 是 要聆聽天主的計畫 然後接受天主的帶領 我覺得你那個講得超好 就是 因為我也 回溯到我 就是之前 比較 越來越靠近天主的時刻 他其實都是在我 就是人生低谷 的時候 我反而是 越接近天主 因為我前幾年也是 在一個非常低潮的時期 然後 我想要做什麼 也達不到 就是這個希望落空 的時候 然後我反而 是這個時候 有更多的 靈修 更多的 指導說 痛苦是自己需要去承擔 然後 這個失望也是你自己 可是 沒有 除了 天主之外 沒有其他人 會 跟你一起參與 這個 這個 成長 對 然後 呃 我也發現 換你了 我覺得你們兩個剛剛 特別是你的那個故事 我馬上想到 我覺得你要去接受 你要放棄第二次考試 一定是一個很艱困的過程 雖然你嘴巴上現在 講一講好像很容易 可是其實 我都默默的在我的窗頭 滴了兩滴淚了 還兩滴 就是那個過程 很不容易 就是我光想就覺得很不容易 所以 因為他都重好兩次了 對 一次就已經夠了 你要 你要在一個 你要在一個點上 你設下一個停順點 然後你停下來 嗯 對 我覺得那是 你學會去接受一件事情 其實是 一個希望的表現 然後 嗯 嗯 你說你五年後 更接近天主的時候 你回頭想才是這樣 但是當時的 就是這一段路程 你一定就覺得說 人生屁寥寥 就是你已經覺得 就是沒有希望了 可是 可是因為你現在有信仰 所以這個信仰幫助你 重新回溯那個過程 其實在那個時候 你做這個選擇 它是一個希望的表現 你是有盼望的在等待一個 新的開始 對 因為有時候一直緊抓著一些事情 就是 你的 你的那個希望之火就會 就會消滅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基督徒跟 非教友之間一個很 很大的差別 應該是說這是基督徒的禮物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希望 所以 就像我剛剛的那個故事 我我目前經歷的狀態 就我也會想說 啊我只是要去追求那個金錢啊 然後就是要怎樣 要那樣要那樣 如果我沒有信仰的話 我肯定就會覺得說 對 我就是要這樣 我就是要 30歲怎麼35歲要幹嘛 40歲要 要成就於一些事情 一定會這樣想 但是因為 我現在是教友 我有天主 所以我知道 有一些事情就是我想的 適量適可而止就好了 剩下的就是交給天主 因為我沒有軟爛啊 我沒有覺得說 我躺著錢就會灑在我臉上 所以我沒有這樣覺得 我反而是做能夠做的 然後把希望的這個事情交給天主 就像你的故事也是那樣 你的故事也是 我覺得忠大哥一定也有 對 因為你剛剛在講的時候是蠻有共鳴的 對 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 在我們低潮的時候 你以為大概就是 就是這樣的低沉下去 可是呢 其實在這當中好像有 特別天主的造化 因為它可能透過這樣的一個模式 讓你鍛鍊的更加的堅強 我自己曾經回溯 就比你們有更多時間可以回溯 三十年前 對 三十年前 對 我的理想也是希望說 我能夠賺多一點錢 我可以成家 對不對 所以我從原來的舊的單位 跳到另外一個單位去 哇 好像很不錯 待遇翻了幾倍 可以高枕無憂 你以為大概就是天下太平 就是很棒的日子又來了 可是很快它就消失 那過了大概幾年之後 我開始在心裡上 其實有一種莫名的失落感 空虛感 對 你工作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好像又沒有從工作當中 得到某種成就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 你那個報道 因為我以前是在電視台 對 那你要報道 可能有些報道 實際上是已經帶領大家 往負面的方向走 所以我自己在心裡面 實際上已開始有一種矛盾 到底我的生活 是要一直持續這樣子嗎 我只是說 我有這樣的好的待遇 可是我並沒有成就感 甚至於我有愧疚感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某一天我可能可以轉換 對 所以我大概 大概我可以退休的時候 可見我也經過了十幾年 這樣的一個階段 我可以退休的時候 我就出來了 對 可是出來老實講 我有點怕 有點期待 又有點怕 怕的是什麼呢 因為在我比較早期的電視台 就只有幾家嘛 三台四台 對不對 現在是無限 無限多的 無限電視台 OK 對 所以變成競爭很厲害 我以為我以前所學的東西 可能已經沒有用了 沒想到 我一路走來 現在已經到了我們說 台北教區的媒體組 那更早之前在 就是真理電台 也都是跟這個有相關 所以我早期並沒有想到說 我這樣的工作 會被後來所用 對 我就覺得很奇妙 就是 天主早先給你那樣的環境 也許你不是很如意 可是呢 祂在那裡磨練你 無論是你的意志可以堅定 無論是 你可以追求更高的理想 到最後 祂安排了 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我們成為一個 有這樣的媒體組 可以為我們教會的 扶傳工作 這真的就是 想起來是很妙的事情 那中大哥你說 你離開那個工作的時候 你幾歲 44 44歲 然後你44歲 要就是 轉換到一個新的 嗯 工作點 喔 OK 你問到 那個很 很掙扎 老實講 我 我的太太是公務人員 所以她給我的 大概有一半的保證 我最起碼 我不會餓壞 不會餓死 對不對 然後我太太鼓勵我 她說 你高興 你快樂 那麼 你就走吧 對 那就是追求 所以呢 老實講 我也陪了我的小孩 三年 我的小孩正好是 國中的時期 叛逆的時期 我每天去接送她 這樣盯著她 對對對 對對對 OK 感謝老天 我太太常常講說 真的 你退休的時候 我們家小孩 有人管 真的天主照顧 對 嗯 所以這樣聽起來 就是 就是那個希望的感覺 呃 不一定是你要的 對 她給你可能不是你要 可是 是最好的 就很像你剛剛講的 很打動我 就是你說 呃 類似交托 放手 這件事情其實 可能對於 對於 沒有信仰的人來說 你這個放手 你這個 這個就是放棄 你這個 你這個耍廢 之類的 你擺爛 可是 我們的放手 就是 是有天主 你 接著的 然後而且 我們是因為 我們相信 就是我們 嗯 有一個盼望 我們知道說 我們不會真的掉下去 而且可能下面才 才有 就是 我們 適合的地方 那 天主就是在等我們 放手 然後 下 到那個地方去 他就是 嗯 早就已經準備好給我們的 我 我覺得很棒 我們慢慢好像有點進入 這個 教宗給我們這個 造書的那個核心 對 因為 呃 我覺得 這個造書裡面 特別提到就是 我們基督徒是有一個 永久永生的盼望 對 那麼是建立在於 就是 耶穌他 來到人間 遇到人間 然後跟我們一起受苦 上十字架 然後他 復活 他是第一個復活的果實 所以呢 這樣子 好像把我們的 呃 就是 呃 永生的希望 帶給我們 哦 對 其實我自己也非常的 感謝就是 儘管我在44歲 離開那樣的工作環境 也許可能找不到工作 嗯 可是呢 這一路走來 我都在教會裡面 我也才開始 呃 跟教會比較多的接觸 呃 無論是教會的禮儀或信仰的 呃 或是呃 他所要教導的很多的教義 其實在這當中 他慢慢 呃 呃 所以慢慢慢慢 其實 好像就跟呃 教會的那個信仰的寶貝啊 連結在一起 對 所以真的 這一路走來 我也是非常的感謝 呃 有這麼一段時間 他培育我 對 照顧我 我覺得 我們基督徒就是 呃 就是這個 身分就是我們最 基督徒身分就是我們最大 天主給我們最大的禮物 那 因為我們 靈禧了 然後 透過 靈禧這個 聖事 我們 重新獲得了一個新的生命 我們 知道 有耶穌基督 他第一個復活了 這個 希望在我們 他在我們每一個人之前 達成了這個 這個永生的希望 我們知道 他是我們的模範 我們 有這個希望 可以像他一樣 死掉 在我們死後 我們也能夠 像他一樣 重新復活起來 對 我最近 因為我們有一個團體 這團體 年紀跟我相當 就是一直是老人團體 對 那個就是 就是說 基督生活團 實際上我們現在 在探討的就是 老人教理 對 就是教宗其實也前一陣子 他頒布的 對 我們就是在想 對啊 如果老人 就是他自己的人生 就給你80歲好了 那麼我現在如果這樣 其實 意思是說 我已經走走走到快要盡頭 那如果你 這樣子走走走 然後沒有希望 那不是就掉下去嗎 對啊 不曉得幹什麼 對 對 我當然也跟那個 我們自己的這個團體分享 我說 我有一個朋友 OK 他有一天 他告訴我說 從現在開始 喔 我不留下任何一張照片 我也不拍 反正 為什麼 OK 你問得好 為什麼呢 嗯 因為他沒有小孩 他說我拍了之後呢 我給誰看呢 對不對 因為沒有希望嘛 因為留的東西就是 可能就是你要有一點期待 如果你這個人生沒有希望 實際上就是灰色的 對 所以我 我覺得慶幸是 我們自己的這個信仰告訴我們 就是說 我們當我們受洗之後 我們成為他的子民之後 唉 我們透過不同的聖事 然後呢 我們相信 他會帶領我們到另外一個永生的境界 嗯 真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相信 就是這個盼望 這個希望 他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因為他會讓我們再去感恩 去數算 就是天主 在我們生活周遭 擺放的恩典 比方說我可能就會覺得 嗯 某些方面其實不太順遂 可是 唉我有 就是現在的同事 然後有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 還有這個攝影棚 對 那我現在希望趕快錄完 對 就是 你應該趕快走到外面去 為什麼大自然這麼漂亮 高山大海 對不對 享受 哈哈哈 老天存 對 創造這麼棒的環境 就是 他會讓我們有一個正向的循環 然後再有其他的盼望 我知道你說的意思 嗯 有點類似 大家說的什麼什麼吸引力法則嗎 那種 對 對 然後因為 也因為懂得去感恩天主給我們的 所以就 不會無止境的 嗯 要求是追求一個 你可能達不到的 就是一個去抓住一個 我要中樂透以義 就是你一生都一直在追求這個 你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追求到 但是如果有 感恩天主在我們生活當中的小事上 就會 嗯 就會有一種滿足感 嗯 但是這種滿足感不是說過於安逸 而是我們知道我們有什麼樣的狀態 我們就拿怎麼樣的東西 我 我 我剛剛突然想到 厚在 開錄前有問過我們一個問題 就是 你的 你過去有希望的事情已經 已經達成了嗎 然後我就在思考這個問題 其實 它 你要說達成嗎 其實好像也沒有 但是我在過去的 經歷就是我靈禧的這十年來 我去回想我跟天主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 越走越深 在這個越走越深的過程當中 我可能遇到 我當然也有希望的事 我有繼續想要盼望的事情 欸 可是要怎麼講 就是 不一定會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件事情 就會達成 可是我的這個希望的目光 就是一直都在天主的身上 所以我並不會覺得說 今天我沒有達到我心中想要的那個東西 我就 人生就失去希望 反而是 就是剛剛的這些對話 讓我可以更聚焦的說 如果我活到八十歲 然後我沒有一個 希望的火 我就這樣掉下去了欸 所以我們這個希望其實是一個 對很多人來說很難理解的 但是他就是天主 對 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我覺得 我覺得也是因為我們基督徒的身份 有這一個來自天主的希望 所以 無論我們現在 一些 我想要賺錢 賺大錢 或是我想要買房子 想要買車子 這一些 這一些 這一些一般 就是大家所想的一些希望 想要達到的事情 其實我也想啊 當然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有房子 我也想要有車子啊 但是這不是 我現在 我覺得 天主要我 就是 一定 必須 我一定要緊緊抓住的一個東西 而我要 天主要我 緊緊抓住的是 那一個 他給我的希望 是他給我的計畫 是他 要我去做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知道 他給我的計畫 他給我的 安排的路 是充滿未來 充滿光明的一個未來 所以我知道 這個未來是有希望的 無論我現在 遭遇的是多麼樣痛苦的事 無論我現在遭遇的是 多麼被打擊 多麼樣受挫 多麼樣的低潮 我知道 這個都是 就是 天主會 帶領我走到一個 新的地方 帶領我走到一個 那一個 微微的光明 但是我知道 那個光是來自天主的光 我知道 這個光 是 到最後 是 會充滿我整個人生的光 對 我 剛剛我們聽了之後 特別Joy提到說 好像 又沒有那麼把握 一定會完成 但是相信 因為 其實 我們從相信的話 就表示說 是沒有始祖的把握 所以你才會相信 因為看到的時候 也不用相信 對 所以好像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相信 然後 又一點點盼望當中 我們往前行 我覺得很好的詔書裡面 特別就是給我們提醒的是 我們在這樣的朝聖之路上 我們在這樣走向永聖的路上 實際上有時候 我們並不是那麼穩定 那麼堅定 毅力那麼堅強 那麼我們靠的可能是 比方說 我們每天呢 有聖言的交灌 就是我們有聖言給我們帶來 就是一種活力 比方說在這個詔書裡面 特別提到就是 因為 所以耶穌也引用 伊撒爾的這樣的一個話 就是 那些被囚困的 他可以得到釋放 貧困的也得到就是 滿足 精神的滿足 總統他好像要給我們帶來 心靈上的這個解放 那麼每天的 如果有聖言 又有就是 他的彌撒聖祭 他自己本身就來到我們心中 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的充實 也讓我們在這樣的 朝聖之路上 能夠穩定的往前行 在教書裡面 教宗他也有提到說 喜年對每個人來說 是與主的相遇 這個時刻 然後 剛剛鍾大哥也講到說 這些貧困的人 病痛的人 或是受戰爭之苦的人 其實我突然覺得 我們如果有 這個希望的火焰 雖然我們自己也是 可能還在一些掙扎當中 可是當我們不 一直focus在自己的時候 我們去接近這些人 給予一點微小的火焰 那是不是他們就是耶穌了 他們就是主耶穌 就是我們去接近他 也算是一種我們與主的相遇 對 我覺得就是在 趙書裡面就是 教宗也 很多的要跟我們 大家 不論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你都能夠做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那 就是這些小小的事情 就能夠成為一個 一個可能是一個貧困的人 他的一個希望 一個小小的希望 可能你 願意 為一個就是在路邊賣花的一個人 你去買他 買他一束花 然後 你去給他一個鼓勵 跟他說一句鼓勵的話 那 這一些 小小的記號 小小的行動 都能夠 為別人帶來一點 喜樂 為別人帶來一些快樂 一些希望 我覺得這都是 我們每一個人能夠做的 無論你 是不是基督徒 無論你有沒有信仰 無論你 就是 在 生活在什麼樣的狀態裡面 這個是喜年 因為明年就是喜年的 然後可能 還有很多 很不太知道這個喜年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他就是 這個慶典是從 西元一千三百多年 就開始了 然後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教會 我覺得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這次聚會的談話 就是在講希望嘛 然後因為是有 教宗的這個喜年的 教術而來的 也是提醒 就是教友 要一直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都要有希望跟盼望 然後不要忘記自己基督徒的身分 其實是 是這個希望的朝聖者 因為教宗在這次的主題就是這樣講 他說我們走在這個世俗的道路上 我們就是走在一個朝聖的路途 對 所以好像透過這個造書也讓我們 現在我們四個去反思說 那我在我的生活當中我沒有希望啊 然後我跟天主的關係現在走到哪裡 還有行動 對 就是也透過這個我們領受到的 從天主那邊領受到的希望 然後我們把這個喜樂 分享給別人 然後在他們的生活生命當中 也點亮一個燈 然後讓他們也有 好像也拿到了這個希望 然後他們就繼續這樣分散給別人 對 然後反正明年就是喜年的嘛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羅馬朝聖 這個不是希望 可以刮了嗎 可以刮了嗎 謝謝你分享希望給我 請給我 有酒 有酒 好像從他會被把演衣兩